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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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多又多 我爱变魔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咕噜咕噜 终于盖好了 道哥住在这一间 小熊可以住这一间 小咕噜 要住在这一间 真是太开心了 天都快黑了 咕噜咕噜 我先回家睡一觉 明天再带道哥来看吧 咕噜咕噜 放上一个 再放一个贝壳 咕噜咕噜咕噜 真漂亮 小咕噜咕噜 你盖的城堡在哪儿呀 咕噜咕噜 我明明就把城堡 盖在这里了 还用贝壳盖在上面了呢 去哪儿了 小咕噜 你快看 是不是这个贝壳呀 嗯 好像就是这个贝壳 可是城堡怎么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小嘉宾姜益晨 今年五岁 小嘉宾 郑同轩 今年五岁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来来来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们 欢迎 小咕噜 怎么了 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 城堡就给冲垮了 那贝壳也随着海水的冲刷 改变了位置 其实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自然现象 原来是这样 好的 那小朋友们说到这个城堡 还有贝壳 今天呢 大魔术师绿泡泡就给你们带来了一个魔术 同样呢和贝壳有关 好小朋友们想不想看一下 想 好 来看这里呢有一个贝壳勋章 对不对啊 贴着这个小贝壳的图案 我接下来的魔术就是用它来完成的 首先把它放在桌子上 好 然后我要用手把它盖住 把它呢在桌子上摩擦一下 小朋友啊 注意看 我呢要在桌子上使劲地摩擦 好 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一起跟我喊出我们那句咒语 大声地说 我把手打开 猜一猜会有什么情况吗 会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 刚才小咕咚说了 它之前的那个城堡还有贝壳 不见了 那你们觉得 我手里的这个贝壳勋章还在吗 肯定不在 肯定不在了 是吗 我打开来看一看 一 二 三 果然不见了啊 手上有没有 没有 真的不见了 如果你们想问我这个贝壳勋章究竟变到了哪里呢 来 我们再次说出我们的咒语 我就把它从我的身上变出来 一起来说 乌拉乌拉 Kill 魔术师的这个口袋呢 是万能的口袋 里面能变出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 来 为我鼓鼓掌吧 小朋友 哇 什么口袋口袋里去的呀 是不是很神奇呀 嗯 跟你那个呢有点像 虽然和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那是由于自然现象 但是我的这个贝壳勋章呢 也是变换了位置 对不对呀 对呀 太神奇了 那你们想学这个魔术吗 想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想学呢 赶快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香乌拉拉 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让我们一起说 魔香 魔香 魯拉拉 魯拉拉 我是魔香 魯拉拉 我有神奇的魔法 材料都在车里拿 睁大眼睛看好了 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两枚相同的勋章和一个网兜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 小朋友们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注意我们要提前准备好两枚硬币 为什么是两枚呢 对呀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这两枚硬币可以把它装饰成我们的这个贝壳勋章的样子 当然了普通的硬币也可以 我们找出两枚硬币 其中的一枚可以先把它悄悄地藏起来 如果有兜的话藏在兜里 那这个魔术怎么来变的呢 小朋友们注意了 首先我们把硬币放在桌子上 用手盖住它 然后我们说出我们那句咒语 一起来说乌拉乌拉Kill 说完咒语硬币就能不见了吗 并不是 现在我们打开手硬币还在这 那硬币刚才怎么变霉的呢 其实是我们在用硬币和桌子摩擦的时候 悄悄趁大家不注意 我们把硬币 等于是让它吊在了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小网兜里 这是我们提前做的一个道具 那么小朋友如果没有的话 前面有一个桌子或者遮挡物的话 把硬币悄悄地扔掉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把手打开 硬币变霉了 变到哪里了呢 就在我们的口袋里 这样就成功了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小朋友 首先先把一枚硬币藏好 然后用手盖住另外一枚硬币 我们一起来说 乌拉乌拉哭 与此同时摩擦的时候 把它轻轻地扔到桌子的下面 我们要打开手了 来 一 二 三 硬币变霉了 但是它还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是我们的周围 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我也在这 来 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 好 小朋友们都成功了 来 为自己鼓鼓掌 太棒了 看来这个魔术并不难 现场的小朋友 还有小咕咚都能学会 那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小手琪琪你学会了吗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准备两个相同的勋章 将其中一枚勋章 放在自己的兜里 第二步 用手盖住桌面上的勋章 用摩擦的方式 悄悄地把勋章 掉到桌子下面的网兜里 第三步 抬起手 桌子上的勋章不见了 再在兜里 拿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另一枚勋章 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 大家好 我就是天天 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大家看我手里有个咕咚臂 我把咕咚臂 现在放到桌子上 我的手要在桌子上摩擦一下 念出我们的魔法咒语 乌拉乌拉Q 咕咚臂神奇地消失了 我的魔术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的小丑琪琪 还有电视机弦的小朋友们 都学会了这个魔术 那今天在场外 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 要给我们带来他的表演 小朋友们 你们想看吗 想 好的 赶快请出我们的魔术小Q 小朋友们 来一位大王 小朋友们 还可以不许带来 再看我 一眼就在哪里 小朋友们 大王 要是一比堆 那我没有点名 那我没有点名 大魔术师 大家好 我是最喜欢给小朋友们 变魔术的大魔术师 你好 这是我今天的小搭档 大家好 我叫卢云唐 今年六岁 因为大魔术师从来都不挑食 所以大魔术师非常健康 而且特别强壮 现在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吧 唐唐 你看这里有一个骰子 你可以摸一摸 它是不是普通的骰子呢 看好了啊 一 二 三 哇 骰子被黑扁了 我说过了 大魔术师非常强壮 不光这样 这里还有一只普通的笔 请你帮我检查一下 是不是一只正常的笔 这只笔是正常的笔 我这里还有一个普通的信封 现在呢 唐唐 把这只笔放到这个信封里面来吧 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 大魔术师要展示我的力量了 请大家仔细看好 哇 哇 大魔术师真的太强壮了 今天的魔术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变魔术 变魔术 我爱变魔术 快来到云海 好的 谢谢我们的大魔术师带来的精彩表演 今天呢 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 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 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母牛奶提供 最后 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乌拉乌拉Q 我爱变魔术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小朋友们 要睡觉了 睡觉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洗澡 然后换上水衣 把牙齿刷呀刷干净 在睡前读一个故事 最后说晚安 小朋友们要睡觉了 睡觉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洗澡 然后换上水衣 把牙齿刷呀刷干净 在睡觉前 在睡觉前读一个故事啊 最后说晚安 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晚安 和爸爸妈妈说晚安 和星星说晚安 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晚安 和爸爸妈妈说晚安 和星星说晚安 和星星说晚安 和月亮说晚安 和月亮说晚安 我现在要说晚安 好 快点 好 快点 快点 早安 我都不熟了 我都不熟了 你都不熟了 我真的很感性 又不露了 你都不熟了 我都不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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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歌和摩尔 大雁 看 这个就是我的大雁朋友了 他的身体大大的 看起来像一艘小船 他的脚掌是扁平的 就像两把船桨 大雁的颜色大多为褐色 龟色或白色 他们喜欢吃玉米 鱼虾等 青草他也爱吃哦 看 他们现在正在吃青草呢 哈哈 我猜对了 就是大雁 小朋友们肯定也都猜出来了 那道哥也来考考你们 你们知道冬天大雁 为什么要往南飞吗 因为大雁玩就想去换个地方玩 大雁的家在南方 到了冬天 他就要回去过年了 冬天的时候南方比较暖和 那所以要往南飞 大雁是有名的候鸟 它们的老家在北方 北方的夏季日照时间长 食物丰富 非常适合大雁的生存和繁殖 但是到了冬季 北方就变成了冰天雪地 昆虫和植物种子都不见了 大雁找不到食物吃 便会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的飞向 比较温暖的南方过冬 大雁要飞成猩猩和植物行的 大雁要飞成猩猩和植物行的 为什么不能飞成猩猩和三角行的 当然不行了 这可是它们节省力气的一种方式 当它们飞行时便会排成人字 或者一字形的队伍 这样排在最前面的大雁在山东翅膀时 能产生一股上升气流 后面的大雁跟在气流的后面 飞行时就会节省很多力气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快来和我们一起唱吧 大雁爱吃鱼和虾 团结友爱像一家 中间朝南春回北 队列整齐寄日家 我是道哥 还有我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好的 玲玲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 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 好的 玲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是我的喜欢啊 有时我也会帮爸爸妈妈呀 为他们很忙啊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吧 再见 谢谢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小咕咕咚 小咕咚 在这里等着你们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